我们搭乘英国国铁到达威尔特郡的索尔兹波里 一出火车站左手边的绿色站牌及绿色巴士 就是前往巨石镇的转车 刚才经过的是Poultry Cross 是当地市场的地标在14世纪建成 索尔兹波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索尔兹波里大教堂 是英国最高的主教座堂 里面收藏受过请存的大宪章元件 上车后每个人会发一副耳机 前方座椅上有市区及景点的导览系统 这样在抵达举时针之前 就能对这个小镇的景点及历史有初步的了解 离开了市区 可以看到索尔兹波里平原的辽阔景色 今天我们称为索尔兹波里的场镇 是西元1220年才建造的新市镇 套票中的Old Sorum则是它的前身股市镇 回程时我们也去了古市镇一趟 推荐大家也去走走 大约20分钟的车程后 抵达了巨石镇 出借了语音导览 有中文的解说可以听 其实从巴士下车处到巨石镇这边还有一段 要再转成园区内的借博巴士 依据考古及科学鉴定 巨石镇约建于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 而且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完成 先是环形的勾取及吐台 然后是通往中心的道路 最后是这些灵力的始柱 至于它的用途则是众硕纷纭 悼念亡灵的纪念物 观测天象的器具 甚至是灵修的场所 其实每一种说法都不会互相矛盾 在这里仅仅绕了一圈 却也感受到一股平静的力量 在巨石镇外圈 有一颗高约五公尺的锡尔石 它面向东北指向巨石镇 每年夏至 太阳都会从它的上方升起 在巨石镇游客只能绕石镇周围而行 但是一直到80年代 人们其实都可以近距离的靠近石镇 近年因为担心造成破坏而禁止了 现在只有飞鸟能够靠近石镇 周围一片广阔 还有马羊为伴 我一直觉得羊的眼睛有一种神秘感 而这群住在巨石镇旁的羊 更有一种他们能够通灵的感觉 回城时我们也去了Old Serum 还有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这里是个宁静又充满古老气息的小城镇 适合大家用一天的时间慢慢游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